第78章 祸水东引 这个法相的神通就连是魔君都没有享受到 楚河并非觉得孝春风比魔君还要强 只是觉得此时此刻施展法相的妙法比较合适 春风实力之中所伤人的都是灵气组成的无形的刀 而且全部都是由孝春风驱动 但是真的是成之后 则又不是完全受到孝春风的掌控 更像是一种暗合了某种规则的神通 若是硬抗 楚河也有信心扛过去 只是未免有些拙恋 所以他施展了法相的神通 这些无形的灵气利刃顺着某种轨迹前行 看似无可阻挡 无可违逆 因为这并非是给人制造外伤那么简单 更是能顺着身体进入到人的气海之中 在人的气海之中掀起风暴 直接坏人的修为 楚河感受到了 也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既然如此 那我就利用身外化身的法相之术 只见到刹那间 楚河的身上仿佛是露出了一点点的微光 随后众人的眼前直接一化 只见到一个头戴金冠 脚踩飞云履 身穿繁复道袍的虚幻的人影 出现在楚河的身后 这虚影的面部有些模糊 看不清楚是到底是谁 隐约之间看起来有些像是楚河 而这虚幻的身影更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有着极为恐怖的威势 孝春风直接呆住 这是什么 法相 法相并非是某个门派的独门神通 而是一种只要境界达到之后 就有机会领悟的神通 许多顶尖的妖怪 甚至也有法相 是站起来通天彻地 无所不能 但是现在楚河的法相并没有那么高大 但也有十几米高大 孝春风的心中生出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果然 春风十里的法术已经开始有些颤动 因为凝结法相需要非常多的法力 所以经常法相凝结之后 周围的灵力就全部都会被法相给吸收 形成灵力的真空 这也是法相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直接能将周围形成灵力真空 那对手就只能动用自身的灵力 而自身的灵力又能支持多久 所以如果两边都会法相的神通 那么一旦一个人开始施展法相 另外一个人也绝对会跟着施展 之后就是法相的对轰 但是孝春风哪里懂得什么法相神通 而且春风十里这个依靠周围的灵力 而施展的法术 也几乎在楚河的法相成型之后 就有些坚持不住 开始逐渐地崩溃 化作了一道道最精纯的灵力 被法相给吸收 孝春风的脸色终于变黑 在他的心中甚至生出了些许的恐惧的意味 虽然他已经是对楚河的实力 从来都没有小看过 甚至在心里面对于楚河的重视程度 一直都是最高级别 毕竟这可是可以收服祥乌门的乌骨圣体的狠人 但直到此时此刻 孝春风才知道 自己即便是如此看重楚河 可对于楚河来说还是太低了 这是一位修成了法相的狠人 而且看着法相的大小和姿势 必定也是极为强悍 法相是修士所修的法力的具体的体现 法相是什么样子不是修士本人定的 而是会根据修士的心境和一生修行而定 孝春风见到了楚河的发现 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这一手指天一手指的是什么意思 那就意味着天上地下唯无独尊 能有这种法相的人 他绝对对抗不了 而如今他的绝招十里春风也被楚河尽数化解 他整个人彻底麻了 现在怎么办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楚河用出了自己的最强神通 也就是那幻术 但是却发现那幻术在楚河面前根本不起作用 这才用了这春风十里 结果闲杂看来也是不起作用的 如今最强的招数都已经用过 但还是奈何不得楚河 那也不用继续了 还是想着怎么逃吧 而就在楚河的法相升起来的那一刻 周围的那些妖魔也都是淡定不了 纷纷嚎叫着暴躁无比 但是没有任何的妖魔赶上前来 反倒是最前面的那些妖魔 都是颤颤发抖跪倒在了楚河的跟前 就连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都是这样 他们只感觉到一股子宏达的威压 直接倾泻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就像是看到了寺庙里面的巨大的神佛一般 有着情不自禁的想要膜拜的冲动 白发魔女站在不远处 她这个大魔头实力也算是可以了 可现在也是不敢直视楚河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畏惧 她比笑春风还要害怕 因为在楚河的身上 她感受到了一种天敌一般的气息 楚河则是站在原地 面上带着微笑 直勾勾地盯着笑春风 笑春风的面皮发干 她看着楚河眼珠子一直在转 忽然她心头一动 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现在在逃走估计是没什么办法了 除非速度极快 但是面对现在的楚河 她实在是没有太大把握 倒不如 笑春风看向了楚河身后的妖魔 这些妖魔之中 必定有魔君一样的大人物 而楚河做出了如此姿态 在魔君的面前 那就是大大的挑衅 只要想办法让魔君和楚河相斗 那就可以浑水摸鱼 从容离去 甚至是和魔君联手杀死楚河 至于和魔族联手的罪名 笑春风一点都不担心 和敌人相比 异教徒永远都是最可恨 最该死的 而楚河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盗门之中的异教徒 想到此处 笑春风反倒不急着走了 而是猛地踩了一脚地面 没有发出什么射人心魄的威势 反倒是一股子信息 直接顺着地面急速地传播开来 后面的那些妖魔 在感受到这股子波动之后 都是疯狂地嚎叫起来 那股子波动里面 蕴含着一股子信息 足以让魔族愤怒的信息 这信息就是 你们魔族都是垃圾 虫子一样的东西 我们人族修出法乡的高手在此 谁敢放肆 楚河自然是也截获了这股子信息 他只是淡淡地看向笑春风 嘴角的笑容有些诡异 笑春风还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 脸上也掩盖不住的得意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